看一下那个类别的建构值 类别建构 那建构值前面一直强调 就是我们new之后 后面有一个我们的那个类别名称 小刮户里面通常是空白 可是如果说今天 小刮户里面呢 你希望传递参数的话 那你就可以利用所谓的建构值 那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Duck里面有那个Constrator Constrator实际上就是建构值 或者有些书里面是翻译叫建构式 建构值或建构值都可以 那它的特性有哪一些 我们等一下再来提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建构值 实际上呢大家看一下 在Java的基本资料形态里面 宣告的时候会配置所需要的机体 对不对 不过呢 类别形态 就是我们自己建立的这个类别 的变数不会自动建 不会自动建立物件 所以如果呢 类别没有建构值的话 如果没有建构值 在使用New指令建立物件时呢 只会配置空间而已 只会配置机体空间 并不会设置什么呢 成员的变数的数值 所以呢你要去给那个成员变数 因为里面好几个我们的成员变数嘛 那你要怎么样丢给他一些初始值 或者是传递值给他 就会产生问题 那问题要怎么解套 就是这种建构值就可以解套了 OK 那怎么做 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子来给各位看 基本上这边有讲的 那类别物叫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个初始的方法 建构值是物件 等于它有点像是方法 但是它的结构又不太一样 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建构那个建构值 那在讲这个之前 另外提到有关那个 所谓的物件的寿命 那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 new new这个关键字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什么 new之后就有点像跟java 我跟你要记忆体 你要给我 new之后它就给你了 比如new一个类别名称 它就配置一个记忆体空间给你 那至于怎么去配置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所以在java里面 就跟其他高阶员是一样 我们无法去配置记忆体 那谁去配置呢 由java去帮我们做配置 那另外就是说有个问题 那我一直new一直new 那这些物件 在记忆体里面 什么时候呢 会被清除掉 destroy 清除掉 那这个地方就有所谓的物件的寿命 因为你一直存在的话 其实很浪费记忆体 那你要怎么清除掉 基本上也不是我们可以清除掉的 谁去清除呢 实际上在java语言里面呢 提供了一个叫garbage collection 这个东西它会帮我们去清除 所以它什么时间点会帮我们清除呢 其实它可能就是侦测 就是这个物件应该不会被使用了 那这个怎么去衡量 怎么判断也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java自己去判断 也许这个物件基本上用不到 所以它会帮我们处理掉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管到那个有关那个 这个这个记忆体的清除部分 那这样的设计师基本上你的负担就会比较轻 不过现在还好啦 早期因为记忆体空间不够 前提是记忆体空间 所以garbage collection其实负担就很重 因为如果一下子没有记忆体怎么办 那可能就crash掉了 你的这个应用程度可能就会荡掉了 但是目前这个问题慢慢被解套了 为什么因为RAM变大了 RAM变大之后的话问题就没有就比较不会发生了 像早期那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早期 我大概两三年前就开始用Android手机 那Android手机的时候 早期的Android手机大概1.6的时候 他的RAM只有256而已 甚至还有128的 所以那个时候啊 你在写一个APP 你只要让两三个APP 很快的你的那个手机就很容易就卡住了 那个时候的 那现在的RAM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现在的自营手机出来的 我想最低阶都有1G的 1G的RAM 那高阶的话呢 有2G的 甚至应该有4G的都应该会出来了 2G的应该算是主流的嘛 现在是旗舰机 旗舰机2G嘛 可是下一代的也许它会到4G也有可能啦 因为这个RAM越来越便宜嘛 所以这个 那你说到了1G以上 应该都已经OK了 像我手机现在的记忆碰到1G 我基本上都不用担心说我要清除 像早期我用256的RAM的时候呢 我常常都要去装那个APP 那个APP是什么 专门清记忆体的 你再RUN一下 你就要去清记忆体 RUN一下就要清记忆体 那超麻烦的 那现在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1G以上基本上 都没有所谓的需要去清记忆体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不用只需要考虑到那个建构值 不过Govic Collection里面 如果说你有建构值跟没有建构值 其实它就是回收记忆体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如果你有建构值的话 通常它会认为说你可能会经常性的使用 或者你可能会传一些参数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建构值 它会随时帮你回收 因为可能不会再用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它有个衡量点 OK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来看一下 就是建构值有几个特点 这个特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建构值的特点 第一个 建构值 它与类别同名 比如类别叫student 建构值也叫什么 也叫student 所以特别重要 一定要同名 它跟类别的名称是要一模一样的 第一点 例如student的建构值 它的建构值名称就student 很特别吧 第二个呢 建构值没有回传值 也不用加void 所以它不是方法 但是它很像方法 那没有回传值 也不用加void 所以你看到 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很像 什么呢 很像是一个方法 可是却没有void 而且跟类别同名 那它一定是什么 一个建构值 所以特别注意 但因为我们前面还没讲到建构值 所以你们应该基本上还没有遇过 如果以前你有看过其他人写的程式 里面有看过的话 你应该有印象 第二个就是建构值怎么样 支援方法的多载 也就是说 你建构值不止一个 你可以好几个 然后可以借由参数来做传递 那其实你们可以 实际上我有跟各位提过 像那个好几个 像street类别 street类别的constructor 就有好多个 就是你传递 你也可以不传参数 你也可以传参数 你传不一样的参数 它会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其实你们在看说明文件里面 也可以看到constructor里面 像mass类别 或者像什么呢 像那个dicimal format里面也有 比如说它可以借由 constructor里面传递的参数 那传递的参数 那个什么 dicimal format里面也有很多的格式 传什么样的格式 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return给你什么样的值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建构的资源 这个overall的部分 所以这里一二三 至少三个特性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这个建构值的一些范例 那这个范例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建立一个类似像这样子 七支四支一的这个范例 那等一下请各位也建立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呢 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class 我们自己在内部再建立一个student5好了 因为你在同一个套件里面 你的class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不能每个都叫student 所以我这边取一个名称叫student 已经到5了 OK 那里面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一样是有个姓名 地址跟年龄 这个前面都一样 这个是成员变数嘛 而且是private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要存取它 我可以透过什么呢 set的方式存取 因为它是private的 所以我要存取它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呢 建构值 那建构值我讲过 第一个它的特性呢 它的特性一定是跟class同名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 在public前面 它是方法 它很像方法 但是却什么 没有void的 对不对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是一个建构值 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建构值有不止一个 比如说这边有两个 那我们可以借由什么呢 借由参数 像这边的参数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street 前面street 一样 后面的话呢 street也是一样 可是第一个呢 它多了一个int 也就是说它可以借由 跟那个多载overload一样 就是说 它可以借由参数 传递的个数不同 所以会跑到不一样的建构值 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建构值 然后过来的话呢 它有个name 我们就传递过来 参数过来 名字就进来放在name 所以呢 可以借由这个地方 去改变上面的成员变数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a传递过来 就是它的string 这个应该地址 然后传到address 然后呢 再去改变什么 它的成员变数 然后if 再来就是它的v v的话呢 如果它的年龄 传过来的是一个int 一个整数 如果呢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 这个也是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写在 这个叫工具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private 前面有讲过 那这个工具方法也是一样 false或tru 如果是 它小于20 大于50的话 false 那我们传递过来 如果是true的话 true的话 那就是 把v 反之的话 就是初始20 那这地方的话呢 如果有三个变数 我们就跑这边 如果有两个变数 那预设值 就给20 也就是这两个值 可以借由建构值 传递 那第三个值怎么样呢 就不需要传递过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 阳过传过来的 就是有 一二三 三个 有没有 三个参数 所以会跑到这边来 然后20的话呢 因为传递过来 我们valid 传递27 那这边 回传回来 应该是货吧 是大于20 所以就跑这边 跑这边的话 就把它的edge 输出去 所以因为它更改了里面的值 所以我们输出的话 这个方法 里面就会把这三个值给输出了 因为它上面 虽然是private 可是我们可以借由什么 可以借由这个建构值 去更改里面的初始值 所以输出的话呢 就会把这三个值给输出了 OK 大概是这样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四支一的这个范例 那我等一下再把这个四支一的范例 把画面再提供给各位 把画面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